今天呢中午家里边没有人做饭 所以说只剩下小狼哥我一个人了 很开心 可能这就是一个男人想要的自由吧 嗨大家好我小狼哥 今天呢既然家里边没有人 那么我就来试吃一下这个 最近大家呼声很高的那一款 肯德基新款塔可青年 算是汉堡吗我不知道没吃过 所以说我想做一个实验 我现在早饭没有吃 现在是中午12点 如果让我吃饱 我一共能吃多少个塔可青年 是不是很好奇 114块钱 12个福气吧 另外跟大家说一下 今天我在肯德基买东西的时候 我碰到了一位小姐姐 她居然是我的粉丝 送了我一个喝的 这个叫星空练鱼 感谢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喝过 听说是新款 我去看看 这个还挺好看吧 是吧 好喝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塔可青年长什么样 这个小龙虾是不是有点少 只有一个小龙虾 两个 里边还有一个 给它装进去 就当什么都没发生 好像馅盒一样 OK 12个塔可青年 所以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个小龙虾 我呢 一次吃多少个能够吃饱吧 Action 这是鸡排啊 我以为是面呢 这个外边是鸡排 里边夹着蔬菜 还有小龙虾 有青椒 有生菜 可以啊 这味道 好吃 第二个 它里边的小龙虾呢 就是个非常小 大概有两个 一个鸡排的大小还可以的 这么大个 我饱了 我吃了三个就饱了 所以说呢 小龙虾我就没有做大卫王的潜力 对吧 再吃一个 稍微呢有一丢丢辣 有一点辣 可能就是它的酱的原因 我饱死我了 吃四个我已经就不行了 四个就是实打实的鸡排 我看有粉丝在我评论区说我假吃 大家我可以看啊 比方说吃面最多吃上两份 然后我就吃饱了 然后我不会假装吃完 对吧 没有一期是这样吗 还有这个我最多能吃四个 还打嗝了 这个不算假吃吧 可能小伙伴看我视频啊 就是一天 然后发好多个视频 好多都是大鱼大肉的 其实那不是一天拍的 可能就是两三天三四天 然后拍出来的 但是我没发就这样 还有呢 我已经很久没有在厨房吃过饭了 光吃这些就吃饱了 现在呢就吃饱了 再过四个小时 我再拍视频 还有那个一堵汤圆 我确实是真的吃不了 然后只吃了两个 如果我是假吃的话 我不可能吃两个吧 我觉得吃很多个 你们看着更过瘾 但是我实在吃不下 抱歉 好了 今天呢就以小浪哥的食量呢 只吃四个就饱了 所以说小伙伴们 不要买太多 量力而行 好吧 今天视频到这里 如果喜欢小浪哥视频 别忘记关注评论 转发一下 想看小浪哥吃什么 看着评论区里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